大家好,我是李小森,我现在在丽江的机场 没错,我现在准备出发回旋乡了 一转眼在外面,已经玩了两个月了 时间也有点长了,所以呢,我现在打算回家了 嗯,不是小森,就是,你现在在来的丽江吗? 我已经到丽江了,我已经到丽江了 你到丽江了? 嗯 哦,你怎么也来了? 我在啊,但是我在机场呢 你已经到丽江了 对啊 这么快啊,怎么转回家呢 对啊 杨森,现在等我二分钟,不要走,我马上过去,我马上去 我马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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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去 哎,可是我现在要进站了呀 不要走,等着我,我马上到后 嗯,那好吧,那你快一点啊 小森老师说要过来呢,他说一定要让我等他二十分钟 所以呢,我打算在这儿稍微等他一下吧 哎,小森老师 嗯,你的伞拉在我的车里了 谢谢啊 还丢贪拉似的,还专门让你跑一趟 我也并不是专门就是给你送伞的 哦,你知道吧,我昨天去你去过的那个立江古城的咖啡厅了 哦,然后呢,我找,是啊,我找到了你那封信 我也看过了 嗯,所以呢 我好感动啊,写的 然后呢,我也给你写了一封信 哦,是吗 嗯,这是我昨晚用一晚的时间给你写的一封信 好看视频加年华 哦,不是加年华 是那个,里边的内容你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我是用了这个信封 哦,那个,但是小森老师,我现在就着急要走了 哦,你能不能把视频内容告诉我呀,帮我说一下 哎呀,这个还有点说不出口啊 哦,陈森老师,我现在真的着急要走了 哦,那好吧 我,我,我上飞机上再看,可以吗 那好吧 哦,这个呢,是我前两天在古城买了一个礼物 哦,好漂亮 哦,给你做个经验吧 哦,好漂亮 哦,谢谢,谢谢,谢谢 好漂亮 哦,那我真的走了 哦,那再见吧 再见 拜拜 哦,那小三 今天自己的生日你不记得了吗 这是送你的银行 哎,我想知道就知道了 哦 这天生日快乐 对 这天生日快乐 谢谢 那我再做到了 再见 好 慢慢远了 好 好的 好 想知道你这些年快不快乐 开始了新的生活 是不是 应该登记了 虽然丽江的景色很美好 但是 再怎么美好的景色 没有回顺的那个点 天长的心事依然是不得了 也许我回到家之后 都没有出不了的事情了 再见了,云南 再见了,云南 不知道下一次再来云南是什么时候了 也许是 现在过三年之后吧 好 小森,你好 我一个人离开大理之后 兜兜转转 似乎突然间没有了方向 当看到你写了两封信 留在丽江的咖啡馆之后 我竟然决定一个人奔赴160公里 从大理来到丽江 去了你刚刚去过的丽江河城 并找到了你留在那间咖啡馆里的信 当我从信中知道 你之所以选择离开 是因为承受不住网友们的 各种流言蜚语 和各种谣言诽谤的时候 我心里有味杂陈 还记得你在大理时 说想一个人去丽江的情景吗 当时我之所以没有挽留你 何尝不是因为网友们 对我们那么多的负面的声音呢 其实当晚我想了很多 想过挽留你 想过与你去丽江 但最终我并没有这样做事 因为我不想让你在 网友们的各种流言蜚语中继续煎熬 不想看到你为此而伤心难过的样子 当你发布了我们的分别视频之后 很多粉丝和广大网友们 看到我们分开感到非常的惋惜 还有很多粉丝私信我 让我勇敢一点去丽江找你 继续和你一起旅行 这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还记得你说过以后要和我一起去探访古墓 做古墓派的小龙女吗 还记得我们曾说过为了梦想要一起加油吗 所以我今天鼓足勇气来立江找你 只想不留遗憾 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继续旅行 我会很开心 如果你一定要选择离开 我也不会强求 无论你怎样选择 其实我和广大粉丝们是一样的 只要小森是开心的 只要每天能看到小森在视频中灿烂的笑容 只要你在未来的旅途中一切安好 便足矣了 曾和你一起旅行的小宋老师